本来这个男人的名字叫扭蛋,因为经常遭人嘲笑,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牛顿,觉得这样更符合自己的形象。 作为一个有志青年,在办公室里他看不下去混吃等死的同事们不务正业,阴差阳错之下,意外地成为了负责一处偏远地区的选举小组组长。 这个地区虽然处于印度中部,但活跃着印度毛派的游击队,他们神出鬼没的战术打得印度当局无可奈何,所以上级部门特别安排了当地的部队保护选举小组。 但是牛顿万万没想到,这只原本应该协助自己完成选举的力量,并不愿意配合,因为他们觉得选区太危险了。 但倔强的牛顿对指挥官毫不客气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,没想到这个老练的指挥官居然妥协了,让大家穿着防弹衣准备出发。 去选区的路上,一个快退休的大叔嬉皮笑脸地问牛顿,是不是家庭背景很过硬,不然怎么敢这么跟指挥官说话?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,同为官场老油条的指挥官肯定也是这么想的。 印度的语言繁多,有的地方隔几里地就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了,这里正是一个与他们有沟通障碍的村子,大约生活着不到80位村民。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,这些村民对投票根本不感兴趣,但大家在牛顿的坚持下,收拾了一间破败的房屋作为临时的投票场所。 布置完毕后,大家开始等待选民的到来,可惜根本就不会有人来的,等着两个手下都睡着了,负责保护他们的军人们,也是无聊的睡觉聊天赌博。 牛顿叫醒两个手下后,这个大叔发了一会儿呆后说,而另一个去了外面和两个军人聊天,他们正在交流如何假冒游击队员去自首赚钱。 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,警察也参与了这个共同欺骗政府的操作,可以看出当地的权力机构该有多腐败。 牛顿终于实在等不下去了,他想让指挥官派人去把附近的选民带过来,但指挥官圆滑地拒绝了,气得牛顿回去坐下在小本本上记账,手下的大叔只好安慰他。 这里的民众真是空有投票权,却没有民主。 听得牛顿无语之后,接着在小本本上写字,突然军队领导来电话了,原来是一个西方的记者要来采访。 领导一顿安排下,指挥官迅速带队行动,鬼子进村一般挨家挨户的抓人投票,倒是吓得整个村子鸡飞狗跳。 一个大爷对着指挥官说了半天,指挥官一句也听不懂,只管让他去投票,这就是最搞笑的了。 政府并没有给村民们带来现代的生活和教育,却带来自称是最先进的民主制度。 而村民根本不了解,也不关心这与己无关的投票。 牛顿看到大家终于来了,却发现他们对选举充满了抵触情绪,而且完全不会使用印第语标注的投票器。 他只好先给大家开个选举说明会。 村民们既不懂投票的意义,也不认识任何一个候选人,指挥官见他的解释起不了作用,便自作主张地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说明。 指挥官最终忽悠动了村民们,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对应的图形投票。 这时外国记者到达了,他头戴钢盔,一本正经地称赞着印度政府的民主选举,而身后却是面无表情,形容哭搞的选民们。 在节目组装模作样的采访拍摄结束后,军队领导便领着他们离开了,牛顿却坚持要等到最后的选举时间结束。 他作者想了两久,说了一句,这就不是真正的选举,手下的大叔说都已经完成了,你还在找事儿,我工作三十多年了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,说着就出去吃饭了,其他人也跟着出去了。 留下了牛顿对这个荒唐的选举进行思考,过了一会儿指挥官进来了,他拿着食物正要给牛顿时,外面突然传了几声枪响,所有人都行动起来了。 指挥官说游击队打过来了,派了一小队人掩护他们离开,但是在途中,牛顿察觉到被骗了,根本没发生什么冲突。 他抱着投票器要跑回去继续工作,却最终被抓住,按在地上摩擦,牛顿被压着往回走的路上,竟然碰到了四个主动来投票,并且会讲印第语的选民,这让他非常激动和重视。 但指挥官却说投票已经结束,要赶走他们,牛顿冲动之下,夺过来一把枪,指着这些士兵,然后让手下去帮那四个选民投票。 指挥官不和他争辩了,等他确认投票流程完成,把枪放在地上后,指挥官说着现在我可以拿回枪了吧,突然跳起来就去暴揍牛顿,其他士兵也一用而生。 转眼六个月过去了,牛顿带着护博坐在办公室里,不知道是不是挨打倒置的,他仍然兢兢业业的工作着,而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混吃等死。 牛顿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人,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发出的声音若不可问,印度政府一直号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,而这不倔强的牛顿告诉我们,印度的选举空有形式,将印度政府黑得连底裤都没了。